原标题,韩国火灾死者留下挣扎手印,文在寅的心被刺痛了吗? 12月21日,韩国中期北道迪川市运动中期发生火灾,造成29死29伤,其中有20多名女性死于建筑两楼在桑南坊内。 今日,韩媒公布了火灾现场的一组照片。 照片显示,桑南坊的定级出口堆击堆各种起乎用品,几乎不封死。 墙壁上,死者生前痛苦挣扎的黑白手印琴棋合剑,令人不寒而言。 12月24日,韩外网韩国这期火灾,29死29伤,令人心痛。 然而,这起火灾的伤亡,原本可以没有这么寒重。 由于安全前世的到位就能攻击十分原因,让几十条生命瞬间的消失,让有少家庭陷入的一堆之中。 为了逃生,死者留下的挣扎手印,我们深深在刺痛韩国的严重心。 其后,韩国中复为外联的心碎和痛害,作为一座重心,安全之外的条件。 但是,这次火灾的伤亡,这次火灾的伤亡,继续不安全医患。 用这些车,出口后,造成被更坏的防伤自然,进入使用。 才能找出火灾的网络的机械,依次发现二十一死者被把龙丧拿房。 本身没有窗户,应急出口用刀系运用品。 消防车被拼在楼下的车辆堵住进行。 整栋建筑三百五十六个四栋门,水上军被发现其过失踪行走失灵的机械棺,谁安慰这几事无当作。 如何告别自己的生命? 谁要给死伤者的家属一个交代? 混在年轻全期间和上阵以后,好好生生或难上违生。 韩国民众面生的财产安全用灯掉防炸,如何改善违生? 看到桑拿房定机出口护起死者身经挣扎的身边,混在年轻全感受了什么新鲜。 还会认为一几大半年有同上来的将军推广吗? 而反正已经外交承进行任务。 安全大半年有同上最好贵, 有证据的东西, 有证据的东西, 有证据的证据。 混在年轻全时到处后, 其方感及关防炸进行任务, 反正事故发生后, 混在年轮道的现场, 看望你伤者, 混在家属, 要求查理员也进行评责。 从总体来说, 混在年处理这几火灾事故, 以前总统不进会处理事件好处, 传事故处理的好一些。 但是, 从这几火灾事故中暴露出的问题, 是更交易的感动, 不把安全运败和杀在同牙状态, 如何保障韩国民众的生命。 据韩国媒体报道, 混在年上台后表现得很亲民, 但亲民要体现在实际行动上, 如果仅仅作秀甚至仅作作秀高手, 那就大错特错了。 当务之急, 文在寅应该做的。 第一, 做好善后工作, 特别是安抚死伤者家属。 第二, 尽快调查原因, 尊心责任, 严格问责, 绝不能手软。 第三, 立即启动全国范围的安全隐患大排查, 不能让类似悲剧重演。 毛开云聂强。